现在时间七点整 讲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讲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多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就叫戴刀 戴着刀 小松戴刀在明智维新是鼎鼎大名 我们讲到明智维新的英雄 当然第一个我们会想到的是 Sakamoto 版本龙 接下来我们会想到西乡龙盛 日本人拍过大和剧 西乡龙盛的大和剧前几年 整个日本都在风靡 我想很多人看过他的连续剧叫做《网络飞翔》 西乡龙盛 还有一个叫做大九宝利通 大九宝利通都和西乡龙盛从小一起的玩伴 到后来在明智维新里面 在明智天皇主政的时候 他是很重要的内政大臣 那么另外这些像大九宝利通 西乡龙盛 版本龙马 金萨国 高山静坐 这些英雄们 差不多都是明智时代的低级武士 低阶武士 日本的无数改革来面 低迷胸鸡 可以说没什么薪水 有很微薄的薪水 他们不足以生活 低阶武士的人 有的时候还要稍微种一点田 或者是做一点手工艺卖卖 才能够勉强家里的生活 那么这些低阶武士 因为还要在底下生活 所以他和一般的武士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他能够接触到一般的老百姓 菜市场的买菜的辛苦人 做产的辛苦人 他们一直都和这些辛苦人做会 所以知道辛苦人的痛苦 所以这些人在推动明智维新的时候 他就不会脱离群众 所以为什么日本的明智维新会成功 中国的明智维新会失败 这样的研究 不知道有几万篇的论文 但是很关键的两个地方 明智维新推动改革的这些 勇士们这些最有智慧 还有最有气节的改革者 都低阶武士畜生 了解人民 而明智维新里面 那个推动维新 康有为 梁奇超 这些 谭世彤 这些在慈禧太后身边 在光细皇帝身边 他们是世家子弟 但根本不知道老百姓是怎么生亡 所以他推动的变化 没有深入民心 没有贴切民心 第二个在哪里 明智维新的英雄们 我们看他们的故事 他们都有公而忘私的这样子的心情 也就是这批年轻人 都很年轻 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 而且他们都有为了公家 国家牺牲自己利益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推动民智维新 但是戊戏变化里面的 光细皇帝身边这批人 包括康有为 是极其傲慢 极其自私的人 康有为是很糟糕的人 改天花哥给你讲讲康有为 和你念的历史不一样 这个戊戏变化 由康有为来领导 他必然失败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 第三个差别在哪里 当时推动民智维新的时候 日本人在京都 在京都 现在的京都或东京江户 老百姓认识字的比例 有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人认识字 中国当时的文盲 认识字的人占不到百分之五 文盲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 所以你这个民智维新的人 在宣传他的理念的时候 当时在江户或京都 都有报纸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报纸里面用什么 用画图 用漫画 用画图 那个叫做服事会 用这些东西来传播讯息 当时的长期荷兰人 有在那边办报纸 所以认识字的人很多 认识字的人透过传单 透过这些思想的传达 能够把违心的思想传下去 但是中国认识字的人很少 文盲一堆 所以这就决定了 这一个变化能够深入明星 一个不能够深入明星 一个会成功 一个会失败的 很重大的三大原因 当然很多细节的原因 还很多 改天把明智维新讲完 发哥再来好好讲 康熙变化 和你们念书里面 历史书念的东西 讲的都不一样了 好 今天开始讲明智维新的 第二个英雄 文盲发哥要讲的 小松带刀 小松带刀和这批 明智维新的高三进座 三个摩托令 西乡农胜 像这些人 不一样 他们是低阶武师出身 小松带刀是高阶武师出身 他是贵族 他还生得很严重 现在当时已经有照相数 他留下来的照片都很严重 没怪当时你拍电视剧 那个赌鸡 有没有看过赌鸡电视剧 日本的连续剧 拍得很有名 赌鸡后来嫁给将军 第十四代将军 赌鸡原来是小松带刀的 路边右 他们两人本来要结婚 但是 因为将军 这些赌鸡 小松带刀 当然只好割爱 两个谈恋爱 两个恋人 只好分开 赌鸡嫁给将军 但是这个将军 偏偏都不偿命 所以让赌鸡 还不到三十岁 就当了寡妇 但是小松带刀 也是风流替党的人物 但是李苏雄 赌鸡重要的不得了 如果不是赌鸡 加上西乡农胜 就不会产生所谓 江户不流血开城 本来明治维新 勇赌幕府的派别 和勇赌天皇的派别 是要在东京决斗 这一决斗 大概死个几十万人 百万人 最后是赌鸡来出面 加上幕府大将军里面的 最有权力的大臣 圣海周 也是明里的人 加上西乡荣圣 这个讨木派的大将 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决定不要伤害到老百姓 反正幕府也救不起来 所以幕府 你不要再抵抗到底了 你就把权力交还给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的军队 因此在东京 没有发生战争 就进入到东京 然后历史就转换到一个和平的政权转换 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赌鸡 赌鸡的最爱的爱人 一辈子无缘 就是小松带刀 所以花哥今天要讲的 这个人物就是赌鸡的情人 小松带刀 好 讲这个明治为新的英雄 小松带刀以前 花哥还是再三地讲 现在防疫期间 虽然我们疫情已经慢慢地降下来 但是你一定还是要保持警觉 我们国内的本土病例 已经越降越少 但是国外进来的病例越来越多 而且很可怕的是 现代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从国外回来的台湾人身上验出来的 都是印度变种病毒 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代表什么 代表台湾迟早锁不住 和别的国家一样 印度变种病毒一定会进来 它一旦进来 那个传播率就非常的快 那个快速 而且病情也一下子容易变成重症 花哥要讲的是什么 你现在有去登机打疫苗的AG疫苗来 你不要再迟疑了 你赶快能够早一天打到就赶快去打 不要害怕怎么副作用 花哥去打了 这个莫多拿疫苗 什么感觉都没有 像蚊子叮一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 AG疫苗也一样 现在年轻人打已经打几十万剂 上百万剂输去了 不然人家又发现什么事情 我真的很不客气说 上次AG疫苗老人在打的时候 有一些老人发生意外 高雄屏洞也有人发生意外 但是很少啊 那两个三个 但是台北双北为什么死了一堆 为什么有100个走 超过100个老人发生意外 同样的叫AG疫苗 为什么台北双北市会叉生那么多意外 高雄屏洞为什么那么少 花哥敢给你讲啦 我也问过医生啦 那台北就让这两个五两个市场 历史也类似的啦 你知道吗 那几天在打疫苗的时候 天气这么热 结果打疫苗的制度里面 乱七八糟一个老人 八十几岁要九十岁的老人 在排队在大一头 打一头核框 打到一两点钟 打到两三点钟就有 播出后不播电视乱讲 说打下去后 他都会怎么怎么去 你想看看一个九十岁的老人 心臓不好睡啦 生体阶段减减有没白啦 那让你这样拉到买 撩整天 回去后你电视又给他吓整天 他会发生问题吗 这是官僚杀人 不是AG疫苗的问题啦 疫苗没有问题 疫苗如果有问题 为什么台北 那么多发生问题 为什么高雄没有 为什么屏东没有 所以不是疫苗发生问题 所以你放心安心的快乐的去打疫苗 都对了 你等到印度病毒如果进来的时候 你还要来打买乎 因为疫苗打下去要两个礼拜 才会产生慢慢的抗体 特别你家里有老人家有小孩子的 譬如说有小朋友的 有孙女的 有女儿的 刚生了孩子的 你均匀了不要再三迟疑 时间太重要 我觉得台湾人 老实说到今天 我们的效力这样 大家这么合法这样子的 遵守法律 是你很大福气 均匀了 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不用迟疑 打下去没问题 打下去没问题 要给你保护就没问题 好 那么在这个疫病期间 我们要改变生活形态 过于简单的生活 我们心情安定 要稍微每天运动 就没什么问题 花哥从法国给你特别进口了 普罗旺斯的橄榄油 那是刚好在疫情爆发以前 三月份进来的 春天的时候在法国的地中海的普罗旺斯省 踩下来以后做出炸 出炸的最好的橄榄油 还好花哥三月份就定了 四月份进来 台湾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就进到 现在只剩下一百组 你如果要快一点 你这次没有买到 我告诉你 你只有到过年就一年以后 因为欧洲也很难请到人工去处理 而且这是顶级的橄榄油 吃到这些橄榄油 实在是在烟粉 如果要 请你打0910-699087 0910-699087 找一个吴小姐 如果你要北大午山的咖啡 那个在海拔1100多公尺的咖啡园里面 发客告诉你 我现在有假日广播以外 我的时间每天都躲在大午山里面 都在那边运动 在那边写作 在那边读书 在那边看事情 那个大午山实在是神秘的大山 在那里不但是产的咖啡 它的产的茶叶 它产的别的东西 当归啊什么东西 那个量是不够了 发客常常自己去享用 很奇怪了 北大午山真的是原住民 称为圣山的原因 它茶叶也好 咖啡也好 都带有那种神秘的花香 和那个蜜香很奇怪 这是别的台湾山里面 没有的这种独特的风味 如果你要北大午山高山咖啡 请你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好我们来讲小松带刀 小松带刀 大酒保利通 西乡龙圣 他们全部都是出生在 萨子玛 萨摩帆 萨摩帆在哪里呢 发哥好喜欢去那里 发哥去过两三次 太美了 那个地方 它的那个植物啊 林黛很像台湾啊 还像台东的 台湾的台东花莲 但是它的地形比 台湾漂亮多了 它是在九州的最南边 萨子玛就是现在 日本人称为叫陆尔岛县 很多人都陆尔岛 梅花路的陆尔 梅花路陆尔 它为什么叫岛 你以为陆尔岛是岛 它不是啊 它是像台东花莲 靠着海边 比较像屏东的尾巴那里 它没有岛啊 这陆尔岛县啊 它是一个 一个像恒城半岛的地形 但是外面 它当然有两座火山很有名 一个叫阴岛火山 一个叫雾岛火山 那个都在陆尔岛县旁边 它的陆尔岛这个地方啊 古时候就叫它的 德川幕府时代 就是一个国家 叫做萨摩反 萨摩反是一个 骁勇战战的国家 琉球在四百年前 就是被萨摩反征服的 后来琉球被纳入日本 就是萨摩反就把它占领了 萨摩反的家族呢 在翁城秀吉时代 都骁勇战战了 这个家族叫做岛金家族 岛呢 台湾岛的岛 金呢是金金有味的金 岛金家族在萨摩 在萨摩反啊 一共在那边建立他的 建立他的家族 这个战友 这个萨摩这个国家呢 前后有七百年之久 一直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最大的功劳走 就是两个反国 一个就是萨摩 九州的萨摩 诺尔岛县 萨摩反 另外一个就是山口县 长州反 好 大九宝绿通 西乡龙圣 都是萨摩的 都是路尔岛县的 小松带刀 也是路尔岛县的 也是萨摩国的人 所以明治维新的时候 那些最有名的大臣啊 都是萨摩反 或者是长州反的 你如果去到路尔岛县的路尔岛市 光是一条街里面 有明治维新的大将大臣 超过十个以上 人才会退的地方 来 下个学习们 快乐配偶 九六点七 快乐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台湾 正蔡武汉 快乐联保邦 蔡武汉 快乐联保邦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法哥 介绍明治维新的英雄们 今天介绍 第二个英雄 小松带刀 小的松树带着刀 小松带刀 名字叫熊壮 小松带刀 他本来不信小松 他原来不是信小松 但是他后来 当小松家的养子 小松家 他是一个领主 是一个贵主 当时是被萨摩反派到琉球去 等于是变琉球的 琉球控制琉球的这个组 但是小松 这个凡主 到琉球去上链的时候 病死在琉球 那他家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就说养子 小松带刀呢 就当了他的养子 就改名叫的小松 姓小松 日本人你知道 台湾人养子是没有地位的 日本人不是的 日本人很有趣 日本人很多企业 为什么会维持这么长久 而且有的时候会变得 非常的长久而优秀 延伸在哪里 和日本的养子制度有关系 日本人如果只生 这个人很有成就 一个大企业家 只生了女儿 那没有人继承他的这个事业 他就会去找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 经常是在公司里面 他看了看上最好的年轻人 说为养子 然后事业就传给他 有的时候自己有儿子哦 这个儿子不太有出息 他就去外面说一个养子 选一个品德好能力好的来当养子 将来事业交给这个养子 日本的法律里面以前的法律里面 事业可以交给养子的 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个 日本的良讯循环是什么 日本人有一句话叫做 传贤不传子啊 一个企业我创立 我奋斗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创立的企业 如果我的儿子不行 我就外面去收一个养子 日本人不会在乎那个血统啊 是在乎我这个事业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继承 那我的企业 我的事业的员工能够过好日子 如果儿子不行 如果儿子是个笨蛋 难道要把事业 交给一个笨蛋的儿子吗 他就宁可在外面收个养子 然后把事业交给他的养子 传贤不传子 台湾人刚好相反 台湾人很多事业 做不好的原因很在哪里 第一代很奋斗 做得很好 但是呢 第二代就奋断得很啊 品德很糟的很多啊 学士很糟的也很多啊 公子戈尔的也很多啊 但是呢 台湾人很奇怪 儿子再坏都是我生的 都是我的血统 我非给他不行 谁叫你说非给他不行 但是台湾人就有这个 很奇怪的 自私到极点的心理 一个事业题 好比你说王永庆 这个事业题 我创造了这个事业题 我奋斗了一辈子 我成功了 这个企业要养几万人啊 那个有头脑的 或者是一个有道德的创业者 是不是想说 我如果把这个事业 交给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明明知道 是一个王八蛋 道德品性很糟 你交给他 你不是事业垮掉 你是害到几万个员工啊 所以日本最有名的金银之神 叫做宋下新之柱 你去看宋下新之柱的一生的故事 金银之神 王永庆就学他的 但是如果要在企业界的地位 和名气 或者是道德形象 王永庆是要怎么样 和宋下新之柱比的 宋下新之柱 创立了宋下电器 变成大企业体以后 宋下新之柱 六十岁以后 他就退休了 他把所有的事业交给谁 不是交给他儿子 是交给他底下 表现最优秀的员工 然后宋下新之柱 只保留了什么呢 只保留在宋下新之柱底下呢 有专门做社会慈善事业 这个做用钱来做社会慈善事业 宋下新之柱只保留出 只保留那个专门去做慈善事业的 这个代表人 宋下新之柱呢 为了对员工是怎么样 他在公司外面买一座山 盖一个大楼 盖一个很大的骨灰塔 宋下新之柱交代 我死了以后 我的骨灰塔和员工的爸爸妈妈 和员工的骨灰塔放在一起 每年拜拜都说一起拜拜 你不要把我的骨灰塔放到特别珍贵的地方 我和员工一模一样 你想想看 宋下电器的 宋下的企业的人 会不会把这个老板当的自己家里的人 这个叫做企业的精神 如果你要知道宋下新之柱的故事 你去念念 路是无限的宽广 宋下新之柱这本书你应该要念的 改天再来谈宋下新之柱 好我就谈到的小松代刀 小松代刀呢 他入罪到这个小松家当养子 后来又娶了小松家的女儿当太太 所以他变成真正的小松家的人 然后他把以前的名字也改掉 就改了两个字叫做戴刀 所以在历史上 他的名字鼎鼎大名 他原来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 他就叫做小松代刀 小松代刀这个人啊 一辈子的运气不错 自己能力当然也很强 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 他其实很多功劳都是他建立的 但是他都让给他底下的好朋友 西乡龙圣 大酒保利同 他是贵族呢 他是远在西乡龙圣 远在这个大酒保利同的头上的顶头上师呢 但是他立下的功劳 他都都推给底下的人 小松代刀之所以了不起在这里 其实名字为心里面的英雄里面 小松代刀是我非常欣赏的人物 如果你今天听广播没有听到 你到发歌开奖的读书会 你去挂到网站里面 我留了一张小松代刀的照片给他 再放在上面 你看一看 比日本的电影明星现在男主角还要帅 小松代刀运气不错的是 萨摩凡出了历史上最英明的一个君主 这个君主叫做岛金骑兵 骑呢 整骑的骑 兵呢 是兵兵有礼的兵 岛金骑兵当萨摩凡的凡主 岛金骑兵相当于是什么呢 推动台湾现代化的流民传 他去萨摩凡当反主的时候 很快就看到了西方列强在崛起 然后萨摩凡因为是海边嘛 所以他常常接着做外国船 他知道我们萨摩凡如果不好好的改革的话呢 我们根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 我们会灭国亡国啦 所以他就立军屠治呢 开始建铁路 建西方的机械工厂 开始推动西方的船只的改造 但是很可惜岛金骑兵这个了不起的君主啊 很年轻突然就心脏病死掉了 岛金骑兵死掉以后呢 就传给他的孙子叫做岛金茂九 这个岛金茂九还很年轻 所以他的爸爸等于是摄政 他爸爸这个摄政叫做岛金九光 很久的九光线光亮的光 所以历史上岛金茂九没有那么有名 而是他的父亲岛金九光很有名 我就不称出他的姓啦 怕你一下搞不清楚 就是九光 很久的九光线的光 这也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他把小松带刀呢 把他升为他的侍卫长 他这个年轻人呢 做事有担当 而且呢 有气势 学问又好 所以呢 两任的 萨摩凡的凡族 都非常看重他 使得他呢 能够受到重用 他自己也处有出息 所以呢 他很年轻呢 二十几岁就当到了 岛金凡这个凡族身边的 贴身侍卫 而且是侍卫长 那么萨摩凡有一次大的变动 这个变动呢 决定了萨摩凡的历史 也就是岛金九光的时代啊 因为日本呢 有一种制度 叫做参秦交代 所谓参秦交代 就是萨摩幕府大将军呢 怕底下的这些凡族呢 造反了 每两年呢 这个凡族都要值班呢 到京都去值班 值班当警卫队 你要带着你的武士来 保护天皇也保护将军啊 你要带着军队进来京都 那所有的军队的花费的钱 你的国家要出 而且你不能出错 你出错 我就把你处罚 甚至把你的环汇掉都可能 萨摩凡族轮到去 所谓这个京都啊 防卫京都 他就带着小松带刀 小松带刀呢 到京都去 当时的京都呢 已经发生了 两种派别的系统 一种是 维护将军的势力 幕府将军的势力 另外一派是 拥护明治天皇的势力 好 那么长州帆啊 是支持明治天皇来亲政的 但是呢 萨摩凡啊 是维护将军原来的权威啊 虽然萨摩凡啊 也主张改革 但是他并不主张 把将军推翻了 他希望呢 将军呢 和这个天皇啊 能够合作 变成一个体制 也就是像英国的立宪君主一样 君主呢 有实权 有名字 但是没有实权啊 但是在天皇底下 可以立出 立出这个宪法 然后将军呢 等于像英国的当的 内阁首相 这样的位置 这个叫公无合体了 公家和武 武就是幕府的 这个武力的 能够合体 国家合在一起 有天皇的尊严 也有幕府将军的武力啊 这个是萨摩凡的主张 但是长州凡啊 长州凡 都比较激进 他说这个幕府已经腐败了 这个幕府要把他推翻了 让明治天皇亲自来主政啊 那萨摩凡是被将军派去保护京都啊 长州凡呢 主张派军就进来呢 把幕府的势力排走 亲自来保护明治天皇啊 这就产生了冲突 产生了冲突的结果呢 萨摩凡联合这个费京凡呢 费京凡在哪里呢 费京凡就是兵库县呢 就是你现在去看到那个 这个基路城啊 就是在 就是在费京凡里面 赤岁浪市 我们看到的历史上故事有名的 赤岁浪市 就是费京凡啊 就故事啊 好 因为这样萨摩凡和长州凡 竟然产生了冲突 竟然在京都呢 产生了两边的卫队呢 产生了冲突 结果 萨摩凡和费京凡联合起来 把长州凡打败 把他赶走 赶出去京都去 赶出去京都去 这就 长州凡很不服气呢 带着军队要重新回来算账 结果就用炮兵 炮轰这个萨摩凡的军队的基地呢 结果那个炮打得太远了 打到天皇的门那边去了 这变成 冒幻了天皇的尊严 这个很有名叫做 进门之变啊 进门之变以后 长州凡他变成叛徒了 他本来要保护天皇 要拥护天皇的 结果在 和这个萨摩凡产生炮弹的时候 竟然炮弹打到 这个天皇那家的门口去啊 所以就称为 大逆不道 他变成缓贼了 但是萨摩凡和长州凡 本来就因为这样 而变成了世丑了 变成富乡隆不下 但是呢 在一个天才叫做 Sakamoto凌马 版本龙马奔走之下 再加上小松带刀 西乡龙胜 秘密的和解和解再和解 最后产生了最有名 民智卫星的所谓 萨长联盟啊 萨摩凡和长州凡啊 联合起来 变成了后来 打倒幕府的力量 他由敌人变成 明智维新的功臣啊 变成联合的盟友 这中间很曲折 但是前几年 发哥讲到 版本龙马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故事啊 好 萨摩凡 去京都 要回来的过程里面 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记载的 很有名 是什么呢 因为萨摩凡的凡族 岛金九光啊 从这个京都 他驻守在京都是一年的时间 任满了 以后他就带着他的军队呢 从走到这个 这个横滨那边去呢 从那边上船呢 要回萨摩凡 你要知道当时的 凡族出巡的时候出来呢 是很有威严的 凡族坐在后面的轿指上面 前面都是武士的马队啊 那日本人当时的这个规矩啊 一般老百姓和武士是不能够并行的 凡族来这个武士骑着马 在前面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让道 要让路 让出道路来 但是当时横滨呢 已经有很多英国 英国人 英国的商人 或英国的船员 西方人的规矩 哪有说什么 一个一个凡族要经过 整条路都要让出来 都不能走路 当时英国人很骄傲啊 有四个骑马的商人 骑在马上 在路上碰到了这个 岛金九光的这个 沙摩凡的凡族经过 前面的武士函 就像那个 看包青天的一样 威武 威武 就让道 这几个四个英国人 不让道 不让道呢 前面的武士 岂有此理 你看到我凡族不让道 骑在马 冲过去呢 用武士刀就把他砍掉了 砍下来 四个人呢 一个被当场砍死 两个受到重伤 这就产生了最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叫做 生脉事件 野生的生 麦子的麦 生脉事件 引爆了外国人的势力 和日本第一次的武装冲突 就是英国人和萨摩凡 产生的武装冲突 这个武装冲突 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当然造成了一场大战 这场战争影响有多大呢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战争呢 今天讲不完呢 明天港级期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2号打赛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